我们说完了凶神 剩下来都是急的了 除了财观印之外 还有两个 一是石神 二是路 见路 先说石神 石神为我生之物 比如说甲 以柄为石神 那么这个石神就是我所想 所思所突出那口气 我所追求 人活一口气 争这口气 那么多数为好的 但是会发现一个 这个石神与我是同属性的 为什么 往往不都前面说的都是艺属性为好吗 除了一个 劫财 就是甲义义为劫财为败财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徐子平没有说 现在没有传计了 我们只能去笑话天地 去想象理解 那么就是说天所生之物呢 自然是生生不息 很顺畅的 但是人 他就 到了后天世界 就往往想的 就比较 是吧 就很多乱七八糟的 尤其现在时候更是如此 那么就是 要同属性与你相同 要转一个弯 你才能 沉淀一下 才能知道什么好 什么不好 把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文化包装一下 说出来 讨一个吉祥 这个凡事呢 事实上也都是主包容 主内秀 主一些这个 就是自我 可能说反省 表现 但是 那不影响别人 而商官 往往就容易 批评别人 是为口舌 这个就凶的话 可能更凶一点 但是商官更 更巧妙 如果是能 这话 那他 真的是 左右奉原 这个 应该讲 他是口嘛 那就是口吐莲花 要不好 那就信口开河 还有一个就是 前面说 那个劫财 这个 也是不好 去理解 那么 沈东书与我 同样的 都是好人 比肩 肩并肩 大家一起干 而那个劫财呢 其实他相对于 其他的这些 神来说 那么 就好 解释了 比如说 你要制煞 煞为凶神 那就用石神 制煞 石神就是好的 那你用这个 架煞 这个 就是 用这个劫财 他就合了这个 更金其煞 所以说 他就有 同流和物之相 那么 还有就是 可能说 异性的 同道 这个 比起 自我的 同频的 这种 也是 一种 相对 差一点 比较牵强 大家 但是 道理一定 在其中 大的 最大的道理 一定不会错 可能我们解释 理解的 多多少少 有偏差 但是 就这意思了 然后还有一个 路 所谓路呢 就是 讲 掌声 沐浴 关带 灵官 灵官之位 灵官 又代表 走马上任 当官 一般 他都是 四个马位 同时 一些 女性 可以代表 丈夫 这个 大运 就到来 如意 如果不受 其他的 能量 这个 心虫可爱 的话 那么 路 俸路 这个 石路 天路 福路 等等各种路 感觉都是好的 一个代表 又有官来了 又有财来了 这个路呢 一般就是 无功不受路 所以说呢 就是 有 有 付出 有回报 这是一个好的 就这么说 然后我们下一个 把剩下的 两个 还有哪两个 有没有基础的 往前翻 对前面我们说过 是神的一些东西